造成牙齿变黄的原因有很多 简单可分为生理性与病理性两种 生理性变色是只随着年纪增长 或长期喝咖啡或红酒等饮食习惯 结果造成食物色素沉积在牙齿表面 至于病理性变色 常见是蛀牙或根管治疗 造成牙齿局部变色 因此面对市面上各种牙齿美白产品 该如何分辨 南加州知名牙医师艳修本周详细说明 漂白来讲的话呢 没有什么太大的秘密 基本上就是漂白剂的成分要够 还有你的时间要够久 现在的漂白的科技 跟前几年漂白科技 其实没有变太多 基本上它的漂白剂里面 唯一的漂白的东西就是Peroxide 那你还就是Peroxide的话 你基本上就是成分要够高 那就可以 那当然有些诊所它会用灯 至于牙医诊所的UVC Lights是什么 牙医师试验修也有专业解答 它有效是因为它可以增加 这Peroxide的温度 所以是又用药又加上灯来照 对 这会快一点 不过呢 在相同的情况之下呢 你因为增加它的温度 你的牙齿可能会更敏感 而书香房单元本周特别请到 乐书房店长Alice介绍金庸名著 他算是古典里面的创新者 OK 所以他OK 引导了一个新的方向出来 因为你看他从一开始的作品 那个一直到他最后面的陆顶记 陆顶记因为武侠小说里面通常 就是男主角一定是武功高强 对 对不对 可是他到最后陆顶记是个没有武功的 对 没错 就是他自己在自我创新 丰富在美华人生活 讲量话 本周六晚间八点起新闻台首播 周日同一时间超市无线台 34.5频道播出 欢迎观众锁定 东四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